大家晚上好 冠状病毒给新加坡经济带来明显的挑战 今年很有可能是我国自独立以来 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 更重要 冠状病毒显露了新加坡现有经济模式的缺陷 为了应付疫情 行动党政府和其他执政者一样 在财政预算中宣布了短期的辅助措施 这当然是必要的举动 不过 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面对当前极大的恶化 以往的作风 很可能没有办法应对未来的挑战 为了确保持久的繁荣已进步 新加坡不能再逃避需要进行 结构性的改革 其中 新加坡社会必须给予中小型企业 和新加坡工友们更完善的保障 中小型企业 占全国的99% 雇佣了72%的劳工 与其依赖跨国企业 不如把更多的资源 投资于本地企业 让本地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更好的竞争力 冠状病毒 让大家更清楚认识到低薪工友的 面对的财务压力 新加坡应该怎么建立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网 让国人不必一直为财迷油盐 和衣食问题而困扰 所谓前人种树 后人成良 许多人可能认为 行动党执政 在财政方面已经为国人做很多了 我希望提醒各位 我国实际上的财政预算收支 盈余是远超越于光帆预算的 不是所有收入都计算在其中 涂地转让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来看 我国在过去十年 每年平均现金盈余可多达250亿 行动党政府动用储备金内的520亿 只是相等于两年的现金盈余 况且国家储备净投资的回报贡献 简称NIRC 每年可以纳入财政预算的净投资回报 最高也只限于50% 工人党要的不是砍伐代表着储备金的这棵树 而是让站在烈日当空下的新加坡人 能在这片储备金的森林里遮阴 而更有效地为未来做出贡献 我们要的不是某政党所称乱花钱 而是更好的投资在国人身上 让国家将来能享有更大的回报 这次大选 我们需要扪心自问 是把资金投入海外市场 外国企业 让储备金毫无保留的增加 真的那么重要吗 还是我们可以谨慎利用资金 投资本地中小型企业和本地国人 不让任何人掉队 我相信您的一票 可以成就新加坡美好的未来 请投工人党一票 谢谢